怎麼收多少本 還沒交出去是不是 大概了 大概 詐騙車手被警方控制在蓋門外 面對到底收了多少本存折 卻始終達不出精準數字 沒想到警方進入屋內搜索 找到的證物 連經驗豐富的刑警都啞口無言 請問這邊 一龍車收過存折 我看我們去 你這不留 你這 收得很破壞 直槍領裝著的都是被害人 提供了存折提款卡 詐騙集團先是透過報章廣告 或是通訊軟體 向被害人謊稱 只要提供存折提款卡 就能夠幫忙貸款 被害人就把存折證件 郵寄給無姓嫌犯 再由他變更提款卡密碼 交付給詐騙集團上游 當作人頭帳戶使用 警方仔細清點 發現有將近兩百本存折 他們都約定說 要大的時候先打電話 那由詐騙集團 收起這個電話以後 再指定給去收款的 收起包裹的戳手 到那個地點去收起 為什麼要去騙這些存折 無姓嫌犯白天當車手 晚上當牛郎 行事非常小心 要求被害人寄送的地址 大多填寫超商 或是錯誤的地址 等到物流室覺得奇怪 電話聯繫的時候 再趕緊出面簽收 就是怕留下真實地址 露了線 沒想到警方長期監控 還是一舉逮貨 無毒油 警方又逮到另外兩名 停換車手 ATM畫面拍下領錢的身影 這名23歲的江姓車手 因為空姐女友家境優渥 加上家中雙親身體不好 挺兒走險當起車手 賺取每天三千塊的報酬 甚至還當師父帶起徒弟 沒想到提領的時候 被警方鎖定遭到逮捕 為了高薪從事不法 如今落網 不只要面對刑責 還要背負高額的民事賠償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以大名警官